妹妹的情書廣播劇 最好的時光 第58集,一秒感動 喂? 喂,起床呀 又怎麼了? Marcus和Sisi才沒有結婚 誰是Marcus? 剛剛開完亞洲循環演唱會的Marcus 和去年新人Sisi 還有餡料,你還不拿回來? 好吧,再見 再見 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個星期,Sisi就有了兩個月的BB 今次就不是意外壞人 我們都很喜歡家庭生活 我會盡心盡力成為一個好爸爸 好老公 多謝各界朋友支持和祝福 多謝 沖完兩條毛巾 可不可以不要就這樣放在椅子上? 為什麼你不可以幫我弄回家呢? 可能因為我已經幫你撿了很多手尾 你是我老婆來的 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你老婆呢? 又關什麼事啊? 我女兒這幾天很不開心 她說老師上台的時候 問大家爸爸媽媽做什麼職業 她就說媽媽做家庭主婦 爸爸是歌星 然後同學問你爸爸是誰 然後她就說了你的名字 之後全部人都笑她 說她說謊 別人不相信別人的事 我這麼不相信他們這麼多爸爸 各個律師、各個醫生 其他人的事我不管 最重要是女兒以後怎樣回答這些問題 你教我吧 你隨便說我做寫字樓吧 你寧願教女兒說謊也不公開嗎? 我和希文真的這麼負累你嗎? 不是 我…你知道 做我們這行公開很麻煩的 有東西跟味的 怕什麼? 你怕你的妹妹粉絲嗎? 怕他們不買你的碟嗎? 是你自己說的 這個年代沒有人買碟的 不是 你知道現在的狗仔隊 我不想你們被人跟被人騷擾 這樣對希文不好的 我們又不是做什麼不見得光的事 就由他們跟著 你和我一起這麼多年都沒事的 好地地 為什麼現在無緣無故要這樣呢? 可能之前 我一直以為會有一天公開吧 但是慢慢我發現 所有事都是我自己一箱情願 你根本都沒有這麼想過 我有啊 不過不是現在嘛 希文啊 每次在電視上見到你都很開心的 她都會唱你的歌 她很誇張你這個爸爸 你有沒有想過 當所有人說她說謊的時候 她有什麼感覺啊? 其實你真的可以不認我的 但是希文不行 什麼不認你呢? 其實都沒有人知道我是你老婆 你是我老公的 分開還是一起都沒所謂的 你說什麼啊? 什麼分開一起都沒所謂的 現在 不說了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好累啊 我先睡吧 喂 這次是我和王仲奇 最後一次因為公不公開關係的事而吵架 應該是說 我們從那天開始就再沒有吵過架 因為大家都知道 再說下去結果都一樣 為了避免吵架的機會 我們會盡量不聊天 只要我們同時間 在同一個空間 那裡就會變得很靜 慢慢 連希文都越來越多時間留在房間 自己溫習 做功課 玩 不知為什麼 所有的畫面 都好像似曾相識一樣 我突然間覺得 這個家 漸漸變成我以前的家 我很記得 爸爸和媽媽 都在某一天開始 沒再說過話 而我 就好像希文一樣 經常都留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一個人溫習 做功課 玩 我不想這樣 我真的不想這樣 好 我們的空間 在地面 另外 如果我 會有 那就是 我 可以 但是 幻海之中感受人的 连自己小刻着弯腾 小小小的梦被我还裙中 或许的手艳 我拒绝生 终于都搞定了 无缘的结婚生子 搞到大家 就是了 两年多了 喂 鹿九龙城打冷啊 不啦 我约了人了 晚上两点多约什么人啊 对啊 你上次还没说完 喂喂 是不是还那个人啊 啼呀 还是不是那个人啊 没有啊 没有 你这样也叫没有啊 约人去哪里啊 凌晨两点多做什么地方去啊 嘶 其实你真的很鬼死八卦 你问了人家这么多次都不回答你 你还问呢 诶 说个秘密给你知 怎么又 其实我上个礼拜呢 已经遇见他在楼下接你了 哈哈 不过没说声而已 OK啊 思思文文 但是会不会闷了一点啊 嗯 OK啦 那你认识了多久啊 十几年啊 十几年啊 十几年 你说真的啊 对啊 骗你干嘛 噢 帮兜旧情人 不是啊 哎呀 中学同学来的 近来见回而已嘛 是什么 那我以前有没有追过你啊 不过啊 其实男一女大家搜寻得很好地 哎呀 你的样子又硬滑滑的啊 又不是好跟男人说话啊 大家这样想不奇怪啊 那你现在知道事实啦 快点帮我扬出去吧 哎呀 但是我差一点啊 少一点都不知道了 哎呀 我真的不跟你说了 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有一个男人 那麻烦你呢 待会有空就帮我 發个email to all 麻烦了 喂 你真的不说了 不说了 我走了 哎 好了 好了 Bye 和你再相见 相遇在唱片段 望见你的点 封锁更姓当年 老师在月的见 每个刁的晚室便 柳妮的青点 留下所爱的 cathedral 哎呀 终于都搞定 吃饭了 吃不吃啊 你不用约上你的女性朋友吗 那朋友不是男就是女的啦 有空我想约一下男的吃饭都做吧 可以啊 不過呢,今天到我不行 我約了人 約了人? 你這陣子經常有街去 對了,你上次還沒說完,還是不是那個? 什麼還是不是那個? 哪有啊? 你不說你以為我不知道誰嗎? 那個什麼什麼音樂編輯 OK的,真的和你很合襯 一看就知道滿得熬得過 當時啊你 其實呢,想想一下你經常留在店裡工作 一個星期就只有拍不到三次拖 都會見幾次的 但都還沒出去拍拖吧 蛤?你們還沒嘴嗎? 都告訴你拖都還沒拍怎麼嘴 那先拖手還沒 我們都還沒正式跟對方說 說什麼啊?要 兩個人拍拖都要告訴對方 大家現在是男女朋友的關係啦 那些 表白? 什麼年代啊? 這些還有人說嗎? 一過來就一夜拖下去 他不喜歡就那時候自然會拖開你的 如果不想多多面被人拒絕 那就傳 SMS 不回覆你,你最知道什麼事 你這些想法就留給自己用吧 我始終都覺得怎樣都要親口說 總之你說到 他收到 那就行了 用什麼方法有什麼分別呢? 當然有分別啦 你拖人家手之前問對方一句都很應該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基本尊重人 還有啊 我要讓他見到我樣子有多麼認真的 嘩 你啊 都可以馬上吃飯好了 被人見到你這個認真樣子 你再留在這裡 整間店舖會叮風 神經病 走啦 你記住生冷氣 行了行了 拜拜 拜拜 我 转身数十秒 最后转身好好生越了 我 同学认不消 但是自己相信好了 I'm alright, I'm alright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Yeah, hey, yeah, yeah 你累不累? 不累啊,吃饱了,我也想逛一会儿 對了,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经常来聊天的? 记得 何淑卿那时,还经常嫌这里很大风 吹乱了她的头 记得我们以后去海旁也不要预遇她 对了 之后呢,我们两个来过一两次 都没再来 其实我也没想过 我跟你会再来这里 我也没想过 其实 其实我有想过 那即是有想过还是没想过呢? 小过那时没有 不过直到再见回来 我就又想了 哦 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第二次会是怎样的? 嗯 小过那时有 现在反而没有 现在 怎么也没所谓了 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就行了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生活里面 想有什么人出现? 想有什么人出现? 不是你想就有了 你就当如果想就行了 你会选什么人? 嗯 我会选 我爸爸 选 如果我可以 嗯 嗯 是这么多? 是吧 如果是我呢? 我要选 我以后日子都出现的人呢? 我会选 爸爸,妈妈 所有家人 我想又来 你 你可不可以继续出现? 可以 可以啊 柚子 嗯? 送给你 子鹅? 为什么无端端送一只子鹅给我? 其实,那只子鹅是你送给我的 我可以以为你一早丢掉了 那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将它放在桌上 有一天 玻璃瓶突然被风吹掉了 幸好没有难度 只是掉了一个盖 接着 我一定在收回那只子鹅 我才发现原来子鹅里面 写着一些歌词 接着我就很仔细地打开每一只子鹅 我看到里面 每一首歌 每一句歌词 那我打算 将它们每一只都摘好了 我才知道自己根本都不懂摘子鹅 原来是这么难的 我学了很久才学会的 这一只 是我最后一只摘好的 我想将它 连你一只戒指送给你 你可不可以嫁给我 你问我 我可不可以嫁给你 嗯 我一边听着陈月行所说的只可故事 眼泪就一边不停流 从来都没有男生向我求婚 我也都没有想过会有 即使刘小军我都没有想过 想不到第一个为我送上戒指的人是他 我人生之中 第一个喜欢的男生 歌曲 陳宇恒 嗯 多謝你 多謝你 沒有丟到這張紙殼 多謝你 一直以來 都沒有忘記過我 多謝你 想我成為你以後的日子 都會出現的人 多謝你 所為我做的每一件事 你不要這樣說 那張紙殼 我會好好保存 至於這個 我不受得 多謝你曾經 想送它給我 我明白 那 我送你回去 好 好 好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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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恩彤飞演卡列 明日发 昨日已开 明日发生